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没有取得胜利 所以已经知道了他的实力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也对他的招法有一定了解 对 稍微有点 但是其实还是搞不懂他是为什么这么下 只是看了招法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对 所以接下来的这些对局 也许就是我们人类高手也会对Master的招法 有一些针对性的下法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然后那个小木 这盘棋是Master的黑棋 好像Master特别喜欢下这个错小木的布局 他一大黑手角 这是他比较典型的 对 在他的对局当中好像出现小木 小飞无忧小角是非常少见的 对 基本上是没有的 这感觉摆的也是有点 就是摆的是仰顶心 对 针锋相对的意思 然后黑棋断 这都还是比较传统也是正常的一些定型 对 然后拆边 然后摆起拆 摆的就想限制黑的这两边 只要黑的固定 不能让黑的两翼张开 其实这部棋是可以考虑在下方连片的 因为从看Master的棋 它就是永远下在一个宽广的地方 就是它永远要下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这你也看到这是一个好点 两翼张开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棋都是有点 就是想看看电脑 就是Master到底是想怎么下 对 所以就这首棋 它其实比较像是双方的小角要点 但这首棋是大家很直观的看到 最宽的一条 白的自己就张开了一个很好的 然后现在那么自然黑棋就会抢下面这条边 对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普通的招法就是跟着硬 对 它肯定是觉得普通招法然后可以一拆 这样等于黑在白的阵势中形成一个很好的配置 这个形状很舒展 所以说白的是不太满意 它觉得 对 实战白棋也是比较契合的先坚定这一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下的就是 因为它也不知道具体就是Master会怎么下 所以说想一个试探的一种感觉 嗯 然后这时候黑棋 因为白棋已经有这个子了 所以再长可能作战会有点过分 这样就过分了 对 它是先拆一下 嗯 对 这拆如果说白的如果是不糊 这个它走这个 嗯 且黑就长 黑的说这两个位置它差不多 但是白的坚定下它就亏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也是基本上必然要糊的 对 然后黑棋有了这个接应以后再去双飞燕 嗯 白的是靠一靠 对 下到这的时候你觉得布局还算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局面吗 嗯 感觉反正看着黑的更舒适一点 嗯 就虽然说大家的招法也都是中规中矩的情况下 就靠了靠了跳好像只有在很古老的古朴中才会出现 嗯 就一般都见不到这一般都是靠到场找一边 就是局部 对 比如说你选择这个方向的或者那个方向 对 嗯 嗯 这个棋就是也是想看电脑怎么下 嗯 现在是观察嘛 就是对 试探一下电脑的招法 那 对 实战 对 这样 好吃 这样 实战是吃的吗 对 嗯 然后体战 反正这棋看着是白的形状不太好 嗯 嗯 因为 感觉是白的视力范围被黑的打散了 而且黑的还很厚 现在 对 尤其是好像这个地方 白气断完之后 对 黑气可以 有了这个长之后 在这个下面 对 嗯 这个其实肯定是也是白的肯定都想到这些手段 嗯 然后实战会形成一场 看着上很刺激的转换 打了一下 对 看起来就局部而言白气 如果只是这样子去吃这两个子的话 那肯定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白的 可以说是这吃的很小 黑的外面很厚 嗯 然后还抢的宝贵的先手 对 但这显然不是杨领心的目的 对 他的这几个招法呢 只是为了造结材 嗯 然后开戒 实际上白的打 嗯 然后提 然后把提当结材 如果黑的 跟着硬白的 就会选择 提了把这边 这子吃掉 嗯 这子吃掉其实非常大 吃完黑的这五颗子啊 形成一个 很重的一个气形 而且自己要往外跑 然后白的 其实下部要虎 还是可以把黑的这两个子糊死 这样白的全部都厚了 这是他一个预想图 对 那实战呢 Master是选择跟他转换 对 打的时候 提掉 提这时候没有吃 黑气消洁 白气虎出来 嗯 这样一个转换怎么样 嗯 反正就是 第一眼看上去是 原来搞不清 嗯 觉得这个 至少看着很 很壮观的一个状况 嗯 就是反正在印象中 是不会一开始就 吓得这么刺激 嗯 那 就 所以说还是 双方也比较接近 这样也 对应该 难言优劣吗 嗯 但是现在可以看 就是黑的大概这个 粘肯定是鲜手 嗯 然后这个长是鲜手 就局部可以看成这样 对 然后这个打吃 也是黑的的权力 嗯 可以看黑的这边 这边非常厚 嗯 然后白的这边 拆下位置也还可以 但是 发现黑的这几个字 其实也挺有活力的 黑的随便飞一飞 啊 就是如果说 白的在这边 成不了什么空的话 可以看白的这个木 是很小的 而黑的这个 在白的阵势中 这么厚的一块气 然后踢两个 应该本身是 黑的还不错的气 而且黑的这个厚了之后 影响整个全局 嗯 应该是黑的更容易把握 嗯 嗯 那么实战 Master是先保留了 这边的一些先手 对 先在这定性 这扳一扳是觉得 是一个大俗手 这扳完这次已经死了 对啊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就想 怎么投挪一下 对 啊 那实战它是利 嗯 对 这个呢 到白气粘的时候 他这两个字 肯定是很危险了 反正如果一般看着 如果老师 看你这个棋 肯定是会批评 你这不全 全死里了 送死 对 对 在帮对方的忙 好像 但Master他的思维 应该说 跟我们本身 就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也比较灵活 他又转到脚上了 同时就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点点的先手 对 有很多的伏笔感觉 嗯 然后再去吃 黑的冲 嗯 就你 你这六十盘棋 看起来 你觉得Master 他的特点是什么呀 就如果按我们 对于棋风啊 什么这些定义 对 反正就是 大局观特别好 啊 然后经常你 也没觉得自己走什么坏棋 然后就不行 很快就不行 而且输很多 就是不是输一点点 就 啊 对 我之前有听说过 听一位高手 他的描述 是唐伟欣九段吗 就是另外一位世界冠军 他说觉得Master 像拿着一把小木剑 然后跟各路高手打 就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一会儿怎么就 对 他还是内功比较高 或者是判断比较好 嗯 这样 虽然白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 有刚才补病的话 有一点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白的必须得走 不棋 嗯 同时脚上因为有大头轨的话 白棋对沙是有利的 对 啊 那么下成这样的话 黑棋等于就是 把这个下面棋掉了 嗯 但是他 就这几手棋的收获 到底有多少 他其实就很简单 他现在 如果白的 你跟着我硬的话 对 黑的就 就是走一走 然后跟他说这个都是先手 嗯 然后黑的这一压过来 感觉上好像 白的除了在这个地方 有子 剩下的 整排棋都是黑的 嗯 那么白的这些 这个地方啊 其实也不大 大概是四五十木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黑的上面 这个角 加上这个角 这两个角已经 这个是三十木 至少是朝上的 嗯 然后这边 全部都是外面黑的 黑的中央也是 这个无限的势力啊 嗯 没准一会儿就点了一压 就白的这两子 还要受到攻击 所以说这样的话 可以说白的一方控 这其实肯定不行 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杨立青也是非常机敏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不能再硬了 对不能再硬了 他也是挺痛苦 因为这一下不这一 这一打也是巨大的 这一打之后 就白的这个地方 木的就都没了 对 看到黑棋 由于没有 他没有用到这一下 就这个时候白棋 已经是接不上了 这个子不能要了 嗯 那么这样子之后就变成 其实白这首棋 也是真的价值无比的大 对 这个看上去就是感觉有 小三是木的感觉 嗯 那么这样之后呢 白棋 这个时候是选择在上面打入 打 嗯 这时候白的觉得再不动手 这棋肯定是不行 所以从这个招法上 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时候 杨挺兴对于形势的判断 应该是比较紧张 对 应该形势 就是该说 黑德经过这一串 应该是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了 嗯 那我们如果回头看他的 就是比如说他得分点在哪里 可能就是还是第一个局部便宜 就是 虽然看上去好像双方转换 一人走到一边 各有所得 嗯 但是电脑 Must通过这 这接下来的招法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已经亏很多了 嗯 对 现在可以看就是黑 白棋下的很拼 然后黑棋点 嗯 白棋同时也是 对 这不能再挡 挡被可以压住 这边也要手工 这子也没好 嗯 而且可能现在 刚才说白的这 这四五十木碑这一吃 并没有那么多木 嗯 这样肯定是没有 对 嗯 但白棋也收获了一点 这边 是 但是这黑的全盘太厚了 而且本身木 黑的就挺多的 嗯 所以白棋是反击 嗯 黑棋走下来 白棋跳一下 对 嗯 这跳完 白的就准备跟黑的拼命了 现在这个被打下去 这个地方黑的又吃了二十多木 所以说如果不在这个角上做文章 肯定是不行 嗯 他先 扳一下 先扳一下 对 那如果像刚刚这边说了 白棋已经损失很惨重的话 那么这两手肯定也是 对 他就说反正这边都死了 对 这边我已经不在乎了 但我现在就要在脚上捞回来 嗯 好 黑棋断白棋爬 黑棋斑斩白棋立 黑棋 这都是必然的 现在这几手 嗯 这应该说是白棋最后一搏了 如果这个地方再没有好的结果 因为现在直接黑的跟白的杀气 黑的是不行的 可以看 黑棋现在挤白的收气 对 虽然看着是四气对四气 但是白的有这个一路的特征 嗯 所以说黑棋现在收气 白收气是入不进去了 这一口气 嗯 举步杀气是不行的 对 黑棋实际上立了一下 对 然后呢 直接收气不行了 那黑棋就要打出来 对 黑棋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算了 这个角给你 对 那么 经过就是这一串的手法 白棋也算是 转换了 又一个转换 有所得 就把脚上吃了 对 但是 第一盖是白的把脚吃了 但是仔细一看好像 这个黑压压的变得更大 对不起 这一带两边的呼应 对 嗯 现在感觉白棋好像已经不能走在比较深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两边 你想正常来讲这压你得走啊 嗯 你再走两步 长 然后黑的 那那就这全都是孔子 咱们这一点 你再走 这随便中间 唯一一个 就好像每推一下都在加一个天幕 对 白的自己这走三个 其实长得没几木器 嗯 但是黑的这全部都是木 对 所以看起来就是白棋好像拼到了一些成果 但是其实会就是结合全局来考量的话 好像反而把局面简化了 对 因为现在白的吃了看 你讲六亩八十十二 白的自以为了十五亩 嗯 然后破了黑的大概十亩起 白的收获二十五亩 那刚才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死了二十亩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死了 那肯定三十亩是朝上了 嗯 就黑的这边收获三十亩朝上 然后这边损失了二十五亩起 然后黑的把局面简化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 是 所以在这么接连几个转换之后 其实不经意间 Master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优势了 然后这盘棋后面呢 白棋虽然也有做了一些拼搏 但其实就是Master一直牢牢掌握着局面 对 就等于是他下得很稳 他尤其在他优势的情况下 他会这个赢 比如赢十亩 这个赢五 他会选择赢五 就这个更厚一点 对 但是他始终是胜利还是抓在自己手里的 对 所以这又是一盘 就是体现了Master大局观判断的一盘 对 不停在转换 然后原来我们是觉得他可能在打劫什么的 有弱点 但发现他还是很强 没有什么弱点 好 那么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结束到这 然后我们感谢谈笑七段的精准点评 也感谢亲民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